我们的独家报导先从一连串内容 先来看到白冰冰今天说话 他说如果他出来的话 他会帮他想办法接秀 那一方面在当时的三剑客 像是方骏 刘富柱跟向娃 也很开心 他们说亮哥赶快回来吧 一头短发他是资深艺人向娃 还有老牌艺人方骏以及刘富柱 三个人号称秀场三剑客 都是和诸葛亮身交二十年的好朋友 第一时间从报纸上看到好久不见的诸葛亮 他们有话想对老有说 第一个要出现 要怎么走出来 面对现实 大家还很少人 说能够重现江湖的话 可以带给我们演艺圈的一种很大的刺激 把握机会对着镜头一吐为快 因为十五年来 他们为了找诸葛亮这位消失的老友 真的找得很辛苦 有听说这一间那一间很多人都去找过 都不是确实的 请你一定跟我们联络 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 因为现在如果没人给你安排 我来替你做建议人 你一切我来给你安排 就连节目录影时 艺人白冰冰也不忘对诸葛亮温情喊话 毕竟一消失就是十多年 抱上身影让演艺圈老友们好感慨 一句一句就是希望能换回当年的秀场奇葩 一句两个主持一句咯咯咯咯咯咯咯 中天新闻余若违 罗佩鱼饭新鱼台北采访报道 中天新闻余若违